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定要学会 好吗 那么具体加拉开加均匀 记好这三句话 记好这三个词 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什么叫具体加拉开加均匀呢 首先具体 具体是形要具体 它的形它的轮廓 它的色块形要具体 不能模糊 不能含糊 那么我一般会用一支比较尖的笔去画 尽可能削尖一点点 不管是铅笔还是碳笔 尽量削尖一点点 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来梳理它的形 所以它的外眼角会比较高 我已经讲过一次了 然后呢这是比较圆的 瞪的老圆的一个形状 内眼角会比较的低 往下面压 找到它的最拱起的位置 大概是在这儿 大概是在这儿 然后注意一下眼皮的厚度 这个地方我会把它画得厚一点点 我看左边的眼睛 左边这一个地方 就外眼角的位置会厚一点 看右边的眼睛 右边这个地方会厚一点点 好 然后下边 注意这个眼角到这儿就结束了 下边 这里也会拉得比较宽 下眼皮的宽呢 是它固有色的一个颜色 所以不会像上眼皮这样的那么的深色 因为上面的颜色深是因为 挡住了光 不受光导致的 而下边颜色的深是它的固有色 所以下边的颜色深也不会说很深 是一个灰色 然后慢慢地把它形做好 因为签笔比较尖 所以我每一次做形啊 那这些轮廓都会做得比较干脆 利索 不含糊 这就是要具体 好了 然后眼珠 注意眼白与黑眼珠的位置也要具体 你看 守住它的形慢慢地慢慢地 不要着急 整个过程 全过程都不要着急 我们慢慢画 然后呢 这个眼睛它有一点拉长的 扁扁的感觉 能形要具体 干干净净的形 眼白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橡皮笔去擦拭 把它擦干净 这个工具特别好用 我在轻易素描系列课程的 这个工具详解里面也有讲过 或者说 在轻易素描的空中号上面 也展示过这种笔 不同的类型的笔的一个测评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还挺好的 慢慢地擦 你看擦得很干净 然后还有高光 高光的话 比我们看到的高光 可以擦得更大一点点 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去画一遍 我们肯定擦是 擦不出来高光的 很具体的形状 对不对 所以我们索性就把它擦浅一点 擦大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用笔去塑造它 这高光还挺多的 如果脏了呢 我们可以用卷笔刀啊 就把它卷一卷 干干净净的 所以一直这种笔用的会很快 很快就能用完 因为不停地卷 不停地卷 它不是被我擦霉的 它不是被我用没的 它是被我削没的 要削得干干净净才可以擦得很好 好了 把高光做好以后呢 再去塑造它一遍它的形 那色块的边缘要做具体 高光的边缘也要做具体 这就是色块的边缘 要具体才好看哦 这就是第一个词汇 具体 你看 这种形 慢一点 就把它抠出来 这一个形 慢一点 就把它抠出来 这一个形 因为有的时候 橡皮肯定是插不出来那个形的 所以需要我们手动地去把那个形给画出来 然后在里面填色 好了 你看 把每一个形都具体以后 接下来就铺颜色 铺颜色一定要铺得均匀 同学们 不用看到所谓的线条感 不需要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慢慢地去叠色 不管你用膜也好啊 膜也好啊 擦也好啊 什么的 不用管那些 你去把它做均匀就好了 慢慢地去涂也好啊 什么的 画均匀 不要太多的线条感 那颜色呢 也不要一块深 一块浅 一块深 一块浅 这样去做很多的变化 稍微有一点深浅变化就可以了 如果说觉得还不是特别均匀呢 可以用纸巾 也可以用纸笔 去给它蹭一蹭 蹭的时候呢 不要蹭到刚刚的形上面去了啊 就揉擦一下 慢慢揉慢慢揉 把它揉得均匀 那种格子啊 纸的纹路啊 也可以把它揉掉 就不要那些小格子 小纹路 这样看起来会 很黑 很均匀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还要拉开 拉开就是一个眼睛 一定要有黑白灰 这里有了黑白 对不对 接下来 灰色也要有 灰色在哪里呢 就是在 这个瞳孔上的一些浅 位置 比较浅的位置 那么我就用 这个橡皮笔 慢慢慢慢的去提 灰色一提 你看这里 以及这个地方 提呢 我们也要提均匀一点啊 不要提一道一道的亮色出来 就均匀一点提 OK 它就会比较的有光 有神 提完以后呢 我会把神色再压一遍 觉得提多了 再修改一下 如果亮色不够 我们就提亮色 眼白不够白 高光不够亮 我们就提亮色 重色不够 我们就压重色 反正呢 要把它拉开 拉开以后 要均匀 均匀以后 还得具体 注意好这三个点 OK 这样比刚刚会更加的 透气一点 更有神态一点 对不对 因为眼睛啊 不要画成一块纸黑的 一定要有光感 要有变化 拆好看 我再给它擦一下 直径揉揉揉 揉这种灰色是挺好的 就像刚刚我揉 整个的背景一样 灰色的时候 用直径揉 它不会很重 同时呢 能够做得非常的均匀 再塑造一下 黑白灰 黑的在哪里 白的在哪里 灰的在哪里 黑的白的灰的 反正你问自己 能够很清晰明确的答出来 有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不要画完以后 连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画的黑的在哪里 白的在哪里 灰的在哪里 对不对 不需要丰富多彩 像这样的一只眼睛 在一张小画里面的眼睛 不需要丰富多彩 只要画的明确明显 就可以了 把周围的形的也搜一下 具体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的一只眼睛 OK 好我们再退远看一下 画出什么样子了 这个就是刚刚画完的那一只眼睛 好了 到现在呢我们看啊 该有的也都有了 然后对比拉开了 均匀了也均匀了 以及呢具体也足够具体了 质感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质感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 有一点点感觉很奇怪 不自然 对不对 画到这一步 我往往会这么做 因为到这个时候还只是出了一点点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 想要让它更加的自然一点 我需要把它融合到周围的环境里面去 不要让它这么的突兀 因为旁边都没画 就塑造了一个物体 就会觉得特别的突兀 所以呢我们把周围跟上 接下来我用一只中碳 然后呢把周围的毛发稍微的跟一点点 跟毛发搭话 我下个视频再讲 现在我稍微的跟上一点 让它融入到整个氛围里面 所以我们无论处理什么 无论说处理多主要的物体 或者说多次要的物体 无论做得多实或者多虚 我们都不要让你画的那个元素 鹤立鸡群 这样会哪怕是有多好 或者说多么的不好 它都会很特别 跟周围的环境会隔隔不住 所以呢要注意好 一定要注意好一个物体 与周围的联系 画好以后才能够更加的自然 稍微的跟一根周围的毛发 你看 现在这只眼睛好像要好一点了 对不对 那看一些了 听看一些了 或者说我们觉得自然一点 能更加的能接受一些 这个就是环境的作用 感觉这一块就好像像一点点了 好了 那么这一个视频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公式 具体 加拉开 加均匀 记住这个公式 这三个关键要点 我们可以试一下 其他地方 你如果看到这里没画 没关系 这一个点一定要试 你试完以后 说不准你就坏了 接下来我这一边来讲毛发的质感 对不对 我看不定是这样的 感觉 对不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